大家好 我是红劍不动产 不落逊列体的简大祥 伸头劍 那我们今天继续来谈第二集海洋省的介绍 我们来谈海洋省的交通部分 海洋省是属于越南北部经济区里面主要的交通干道 高速公路的部分 由河内市、新安省、海洋省、海房市 到广云省的夏隆湾 到云顿国际机场 一路可以开到盲街 这条高速公路直辆真的盖得非常好 所以现在河内市到海洋省只要一个多小时 但是它的过路会比台湾真的还要贵 但是真的很方便 整个国道的部分 5号的国道 18号的国道 还有37号的国道跟38号的国道 把整个北部、中部、山区、沿海省份整个串起来 真的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交通网络 尤其国道5号跟国道18号沿路有多个工业区 所以整个海洋省它整个的公路的交通系统是非常完整的 而且非常方便的 我们谈到河运的部分 那海洋省整个的河江总长有400多公里 那四大河流就是太平河、金门河、还有莱湖河和洛河 那这个四大河流边就有20个码头 那可以容纳500吨的货运的运输 那也整个算起来 它整个河运是算发达的 我们谈到铁路的部分 它有两条 第一条是河内市、新安省、还有海洋省到海防市 那另外一条是河内市到北宁省 然后再到海洋省、再到广宁省 那这个铁路运输这两大系统 其实也是它货物运输的选项之一 我们谈到空用的部分 就是河内的内排机场 海防市的卡比机场 还有广宁省的云敦机场 那虽然海洋市 它海洋省它没有国际机场 但是它到机场的距离 还是可以被容许的范围 从海洋省到中国的边界 到友谊关大概是170公里 如果到盲街国际关是266公里 所以走陆路来跟中国越南往来 都有高速公路 真的是非常的方便 海洋省整体的交通网路结构 不管是高速公路、国道、河运、铁路、空运 都算非常的完整 在越南这两年的招商引资 那海洋省它是属于非常闪亮的一颗星 我们第二集就谈到这边 如果各位投资者有任何的疑问 可以直接来联络我们 那记得要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 那也要打开小叮当 那祝福各位平安喜乐 我们下次聊 谢谢